花蓮市清洁队5号下午举办了普渡仪式 市长魏佳贤也在清洁队长吴庆展的陪同下 与队员们手持香树 诚心祭拜 期盼疫情能够尽快消弭 恢复日常生活之外 也希望队员们每天都有个平安的工作天 花蓮市公所清洁队依照民间习俗 在5号下午举办了中原普渡祈福祭拜仪式 工作上摆满三生鲜果 罐头饼干等祭品 而队员们也祈求工作平安 表达对天地神明及十方好兄弟的敬意 并在道士的祈福下 由清洁队班长已败过的进水 撒向垃圾车及支援回收车 祈求队员们行车平安 那我们也是在清洁队的部分 也尊重民俗的一个传统 那也在农历七月份的时候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普渡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也期盼在新的一年 然后下半年度的部分 一切队员工作的时候都能够平安 那我们也知道队员的工作是非常繁杂的 那任何的任务 只要有需要发電室公所清洁队 绝对不会推迟 那我们也希望在出任务的同时 大家都能够注意到安全 那也希望借由普渡的部分 让自己的身心灵得到更安定的一个力量 那我们再次要谢谢我们队员过去 在花莲市努力的奉献 也希望他们未来的下半年度 都能够非常平安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清洁队尽管是机关单位 但也不免俗的在农历七月举办普渡拜拜 祈求好兄弟到阳间可以尽情享用 但绝对不要到阳间导弹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 而为了例行减量烧金的环保政策 现场也只有焚烧普渡文书及扫量纸钱 记者许立琴 华电视报导